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平和蒙定的责任 因为西方国家 他们没有 中华文化的精髓手战 中华文化的精髓手战 是两个字 一个就是家 一个就是王子的字 那西方没有 西方只有三个 中华文化 因为有家有家主 所以我们有信费 所以我们有家族 家族 因为有家所以有信 因为有家族 所以有辈分 叫我信誉 那我们的牧子辈 那我们就可以到手 溯源回去 就可以溯源我们过去的家 孔子过去几世代 孟子几世代 那我追查 我们是游子的后代 游子的后代 游子后代 然后再去查 最早的信誉是谁 结果查的是大宇的老师 大宇的老师 所以信誉叫玉皇 玉皇 这就是中国人的伟大 人家老万是去三代 三代以后不知道 因为他随时改名字 所以他们突出的是 他们的名字 家族的姓在后面 就是突出的是这个个人 家族还不变 所以他们只追选三代 那我们本人 那为什么家是重要的 就是人体 人的心包是重要的 人因为有各个细胞 然后他分化 分共负责 所以一个人体 是最精密的生物体 对 最精密的 所以在这么一个 人体的构造领域 它什么功能都有 就是扩大 就变成社会功能 也就是要像人体功能一样 那社会的组成是什么 就是假 不过社会 能够几千年不断 就像人体的细胞 社会的希望就是家族 坏事 这个是中国人跟外国人很大 跟西方人很大区别 最大区别 中国人对家族的那种观念 观念深刻 那是在DNA里面 早就成功了 也就是因为DNA在那里 经过几千年的一种演绘 演绎 叫演化 演绎 为了与时俱进 为了随着环境的变化 越来越坚强 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中文 不能忘记文化的优质所在 这个第一个是讲 第二个就是字 就是文字的字 为什么 因为你看现在所有的国家 都是用拼音 对都是拼音 拼音你可以有机关字可以拼很多 但是呢你拼得长的就记不得 对 中国文字不是老祖宗聪明 把一个最简单的笔画 一合一书一平一纳 就排列起来 就变成一个方块 这个方块 中国是读一无二 读一无二 所以这我们 那不是只是音而已 而是有每个方块是有意义的 而且这个意义有各种的 这一个字可以代表几十种意义 对 所以你读到博士 你不需要去学几十万个字 不用不用 如果几千个字就可以了 你手读几千个字 对 你也就可以预认得满满 分享科学 科学 而且眼睛一看就一个方块 对 因为老外的字一看拼音 除了全世界只有老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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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想学还想学 现在他不怕的原因 是因为这几百年来 科技的发展 他用现代的科技 他认为追得上 但不要忘记啊 科技发展 中国几千年就已经比 比他现在就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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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剽怯我们的 都是靠的剽怯 你比如说指南枝 对 对 对 中国当年摩盘 金宝 对 我们的天文学的成就 数学的成就也是 去看老虎博物馆 去看很多 我看那个时候我们的同气的执照 这些都是老虎博物馆 其实独一无二 就是看那个什么 一个个圈连起来 对 把神上用的 对 那都是结起来的 现在就觉得不可思议 当时怎么做 当时怎么做 这个同气的东西 对 怎么做 而且雕刻 那个慈悉 现在反而比不上抱歉 现在的工人的气质 还比不上当年 对 那 我们中国要 要复兴 要恢复我们中华的荣光 其实有很多的 必要的条件 可能很多人讲 第一个就是 民主执行性 我刚才讲的两重点 就是要告诉我们的眼界 不要从洋美外 我们的老祖宗 过去就比外人 那样优秀 太多太多了 只是我们是温和的 从来没想到欺负别人 然后被人家欺负以后 就开始害怕 很害怕 但是 那么半天 他们还是输了 中国还是强大 所以说 我们说 毛主席的文道 就是在胸口被人家欺负的时候 他深读书 就是我怕抵运 王主席 我怕抵运很好的 对不对 但是有什么小学中学 没有啊 靠自行处 对不对 我要回去在图书馆里 很多事情 不是一定要人家教的 中国人讲的叫一个悟 体悟的悟 对 那么因为做人处事 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他体悟到很多 人生的哲理 再加以发芽 如果我现在像的话 我这样说 我自己虽然是医学业 照道理我应该是医科的人 可是因为小时候 我们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对国学的基础 要很要求很严格的 我什么都不懂 我爸那时候就是人与梦子去交流 然后不懂不懂 没关系给我背 今天背这一段 明天背那一段 那背背背 当时遇到 他长大了 慢慢慢慢误了 误出道理 所以 现在 人家说 你的国文体质不错 老师有想说 好基础 很高 为什么老师这个行业 又几个投入手 还没有 好 你以后什么 初中高中不行 真的不好 真的不用 他现在手机 看到的知识 比我们教的 就多了 多了 那中国面临现在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有很多的挑战 其中一个就是 关于国家统一的问题 今天你怎么看待 中国要追求国家统一这些事情 是凡事都有安排 这不叫理性 这是所谓大势所趋 大势所趋 大势所趋 大势是什么 自然 就是大势 自然就是大势 自然就是 为什么 自然界 它能够不断的在那里 躲下去 就是大自然 包括地球 对 它是一个规律 一个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 而且是在大自然结构里面的生物 它的生存的规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物克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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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人在伟大 可是我们还是怕什么 不是怕老鼓师 是什么 壁俊 那您看到的 关于统一的规律是什么 结果 这么几千年 合者必分分者必合 那为什么中国会强到 统化力 中国的统化力太强了 太强了 外族进来以后 他发现 这个国家 这个民主 太武道了 各个党派的人 他面对美国的强势霸道 日本的渗透 这些 台湾应该怎么办 一般人的 这个惰性 惰性 惰性 就是迁就于事实 对 这是私人性 迁就于事实 所以很多人 现在看到哪些人 看着 现在 听美国我们才有享受 听美国我们才安全 他其实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 之所以对你好 他是要借着你 做他的代理 他需要用你的时候 他就用你 他平常不用你的时候 你就是提款机 就用你的情 然后需要用你的时候 需要用你的命 为什么我敢确定 他用你的命啊 你的命给他了 我为什么敢确定 就比如他把台湾的部队训练 训练进入是什么 最后说 战场在台湾 那我就帮他火到 他打相战 打游战 他派了一大个绿扁帽 到金门 马祖 澎湖 台湾 然后再训练台湾打相战 那台湾埋地雷 这就是台湾死啊 台湾人不会碰的啊 我跟妳讲 那台湾在政党怎么 他们没有人站起来反对 政党的联系人 基本上 时间前都会绝对 所以我啊 对民进党 我觉得 我们都是同胞 谈一时的错误 或者 或者一时前就一位的选拗 他要继续执政 所以他要有宣读 你讲的很到位耶 民进党是这样 民进党才不想打仗 对 他不想打仗 民进党不想打仗 不太了解民进党 打仗 所以 所以我才说 如果真的一旦 其实台湾人会逢五星红旗 对 台湾人想打仗吗 不用啊 真来了马上旗拿出来 真的 不会打仗 不会打仗 现在就有年轻人 打他就会打 为什么要我去打呢 对啊 为什么要我 还要在我们台湾里面打向战 先谢谢郁主席 我们等一等继续聊 谢谢 请不吝点赞